因為你明明你就習慣 你左轉就左轉就好啦 沒有人會左轉習慣往右邊去啊 如果這麼好 全世界為什麼只有台灣做 今天我在中立的圓化路的路口 我也會站在路口演講 那我就發現說有一個非常危險的現象 那當機車進來的時候他們要代轉 那基本上呢整個圓化路那個拉爾夫前面 圓化行程前面的這個 的所謂的一個斑馬線 幾乎全部大概都被這些 代轉的機車站滿 甚至是行人都必須要走到很後面的車道 甚至是根本沒辦法通過 那我想問一下 就說你們一直說要改善代轉的一個形式 那改善代轉的形式 你把它畫明顯的之後 它還是沒有辦法解決這個 所謂行人沒有地方走影響斑馬線的問題啊 請科長告訴我說 你們未來要這個部分要怎麼做 假如那個地方的話 我們到現地再看一下 沒有啦我今天剛講一個 我們其實不要講單一個案 就是說代轉這個問題 它就是你沒有車的時候沒差嘛 當你有車的時候代轉格就這麼小 每一次機車總是會溢出嘛 那是溢出就要開單嗎 那遵守規定就要擋到行人嗎 還是它又要往前更危險被撞到 那我是覺得這個部分 代轉最大的問題就是 你沒有辦法在道路上提供它 更安全的等待區嘛 如果真的有更安全的等待區 那或許啦有一點點安全性可以 不過如果連基本的等待區的空間 都有限的狀態之下 那他們就是第一個它影響到行人的安全 第二個他們自己可能很容易被車撞 那這樣到底安全嗎 我覺得這個部分希望局長跟科長 好好的在檢討一下 好這我們專案再來處理 因為我們的 對啊我是覺得代轉這個部分 你們取消了之後也沒有車禍率增加 反倒是說沒有取消的路段 車禍率還比較高 那這個部分是不是我們有新的方向 局長 這個我們再來進一步研究啦 因為事實上進行走轉 跟那個代轉的那個全能 我們還是要考慮到 基本上一個家庭的一個人的死亡 是一個家庭的破碎 所以我們會做一個躲散的 局長我就講啦 什麼叫一個家庭的死亡 就是一個家庭的破碎 我說實在話 那個在代轉 我們台灣推動代轉之後 車禍率是持續上升的 機車的死亡率跟機車的車禍率是上升的 這個是很明顯的數字嘛 那如果推動一個政策 它沒有辦法造成台灣的車禍率下降 然後每一年還倍增 然後還要繼續推動 那我真的不知道說 這樣的政策到底意義何在 因為你明明你就習慣 你左轉就左轉就好啦 沒有人會左轉習慣往右邊去啊 其實 如果這麼好全世界為什麼只有台灣做 因為台灣就是有機車這個特性 是最特別的 在韓國日本都沒有 那台北市雙北也是經過了二三十年 慢慢轉到成這個習慣 所以我想一個政策的改變 我們還是會慎重處理 但是一定會做一個最妥善的考量 考量到社會最大的公益 公益最大化 好 那這個部分拜貨局長回去再研究 因為本席認為啦 真的蠻危險的 希望你們可以想想看 為了怎麼做好不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